各位 今天就要讀得長一點 因為有一份楊康的太太的聲明 大家知道劉莎莎女士曾經過來香港 是為楊康請命的 但是因為那時楊康的案情根本都不知道是甚麼 所以香港的傳媒都很難答 那麽多人今天都非常給面子的了 所以我首先讀出了楊康的太太劉莎莎的聲明 一 辯護律師唐坤主要的技術辯護 對控方提出的大部份證據 他都提出證據手續決策 以及證據不能證明犯罪成立 態度冷靜 指示在控方提到 申如警方提供的自由流行條幅和黃絲帶時 唐坤有點生氣 反問公訴人 這些和楊康的罪名有甚麼關係 公訴人趕緊說我也沒說自由流行和黃絲帶就證明他犯罪了 楊康建部律師 隨目清有點政治辯護的意思 但因為怕害了楊康 所以只能提出 一 回鄉權是人權 二 楊康在北京探望了一位女士 僅僅因為這位女士是敏感人物 就吊銷回鄉症 不合理 三 楊康父母妻子在內地 不讓回鄉是破壞家庭 切斷人類 天理 請法律 請法庭考慮人類 人道 三 三 可以說 狠切的 隨目清幾乎成功了 連公訴人 年輕的女 檢察官都看不住 就高對法官說 人道原因 可以在量刑時考慮 說者說是 眼有骨忍知識 楊康的刑期頂多一年 量刑再考慮人道原因 就沒多少了 情相幾乎達成了 所謂人道和解的可歉 四 可沒想到楊康 最後陳述頂得那麼頑強 劈頭就是天賦人權不可剝斷 剝斷人權構成迫害 然後就是僅僅因為劉曉波 得了諾貝爾獎 就把劉霞關押幾年 僅僅因為我們探訪劉霞 就吊燒回鄉直 屬於迫害 五 楊康 最後陳述 接下来 說在內地到處探訪良心犯的意義 根據楊康的說法就是 要那作惡的沒有安全的時間 沒有安全的地點 那行義的兄弟 在天涯也不孤單 在地獄也不孤單 引述完畢 最後你們判我的罪 其實是體制在犯罪 在迫害 並且不是對我一個人 是對香港一大批沒有回鄉政績人的迫害 六 楊康的最後陳述 健健自在往自己身上攬試 檢方提都不願提的政治罪名 他也非要在法庭上說 根本不想讓對方有下台階 公訴人和法官的點全都僵硬了 已經在看守所 折磨得認識立皇蒼白的陽康 平常者摩強大禍頑強 這個就是劉莎莎 即是她的太太寫給我的東西 我將我賤了一份清明 那我有責任在這裏讀 我以後有機會再開幾個招待會的時候 我都會照顧 那這個就是大家聽到的東西 那我作為剛剛被大陸趕走的人 我覺得其實我真是幸運 因為他趕我走 他就不要逮捕我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 尤其是很多被這個 沒收了回鄉卡的立法會議員 應該還沒出來說他公道的話 楊康已經在法庭 說了他自己的策術 我覺得香港人應該是冷漠的 那我現在就直接要讀出我們的聲明 本港社運人士楊康去年底被深圳公安以所謂偷越國警罪刑事拘留 數月至今此案最近於深圳南山區人民法院審結 將擇日宣佩 同時新公民運動法理人許智永 上週五亦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撥回上訴 維持原判約束四年 因此社民連今日到中原辦請 聲援許楊康及許智永 並要求中國釋放所有政治犯 去年三月楊康與其妻劉沙沙到北京 貪汪在囚維權人士以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哥 妻子劉霞 結果被沒收回鄉席 楊康並無犯下任何法例 指示探望被無理遠禁的留下 我們認為出入國警乃基本人權 沒收回鄉政的做法不但荒謬 更是違反人權 以所謂偷越國警罪 迫害了被剝奪回鄉權的楊康 更是荒謬絕倫令人發展 因此我們要求立即釋放楊康 並且發言回鄉政與楊康 中共更是立即釋放劉曉邦 停止遠禁留下 同時維權人士許智永先生 發起唱到以自由公義愛為主旨的新公民運動 提倡中國公民在生活中拒絕單污腐敗 拒絕以公權謀私利 並要求官員公開財產 呼籲教育平權 他避控所謂罪眾擾亂公安 場所結罪的罪名 並上訴失敗追入獄四年 許智永透過組織公民 反貪 公民社會 反貪戶 反貪戶 官員公布財產等行動 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最近反貪戶打裸官 其實嚴曲同工 許智永卻遭長期打壓 可見當局根本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對公民社會的二端極之恐懼 恐怕怕招中國人民覺醒 自有一套公民意識 中共的專政領導將即時瓦解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 第三十五條列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 結石 遊行 示威的自由 顯而而見 劉曉波 許智永等無數維權人士 被已言入罪的判決屬於違憲 因此 社民連今日來到中聯辦 聲援許智永先生及其他公民抗爭者 要求中共官局立即釋放許智永 劉曉波 停止軟禁劉涵 以及釋放所有政治犯 中共必須撤銷在大陸施行 違憲的集會遊行示威法 恢復公民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 對現多年前對人民的承諾 結束一黨專政 全國實行普選 權力歸於人民 停止軟禁劉涵 停止軟禁劉涵 聲援涼涼無罪 聲援涼無罪 回鄉權是人權 回鄉權是人權 沒收回鄉政可恥 沒收回鄉政可恥 停止迫害楊康 停止迫害楊康 立即釋放楊康 立即釋放楊康 請願不是尋人之事 請願不是尋人之事 為權無罪 為權無罪 做律師無罪 做律師無罪 釋放許智永 釋放許智永 聖放許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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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記者朋友 是劉山青的 我今天特別希望 跟楊康說幾句話 因為我在三十年前 也因為支援國內的民衛人士 探望他的家屬 因為這樣囚禁了一十年 作為一個香港的市民 楊康會作為一個香港的市民 也長期關注中國的民主運動 這次也因為探望民衛人士的家屬 而受到這年 這次被判入獄 事實上自從我二十年 回來香港以來 香港照我記憶 香港的市民 因為政治的原因 而這樣的關係 只是這麼直接 而在國內 這次被判刑 事實上是不多的 所以我呼籲 香港政府應該關注這件事 香港市民應該關注這件事 以及支援楊康 希望楊康能夠早些回來香港 梁振英不要擲擲放 梁振英不要擲擲放 楊康被囚禁 楊康被囚禁 回鄉權被囚禁 回鄉權被囚禁 梁振英不要擲擲放 梁振英不要擲擲放 其實我自己有時跟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是有打交道的 因為香港人在大陸被人溫 因為香港人有時回到大陸做生意的 他上訪被囚禁 被囚禁被打都不是少數 我經常都跟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劉剛華 彭書院就不理這些東西的 副局長 這樣就是做不到事的 有時做到事 我覺得楊康是香港的市民 這個香港政府是不能夠不去顧問這件事的 最少就算是做大陸的政府的傳聲筒 那都拜託你傳呀傳呀 就不需要楊康的太太去聽審 然後將審訊的過程告訴大家 我自己在這裏唯有說一句就是 釋放楊康 回鄉權事人權 停止迫害楊康 聲援留下無罪 立即釋放楊康 有沒有人接 民主黨 … … 釋放楊康 釋放楊康 釋放愉康 釋放愁处 以下是警方的呼籲 激風中安全 請勿燃點火腫 以免發生危險 請保持黑制 還我回鄉權利 釋放楊康 釋放楊康 我釋放楊康 搞定 釋放楊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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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楊康無罪 回鄉權私人權 釋放楊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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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願不是沉淫之事 違權無罪 釋放楊康 釋放楊康 Ken 釋放楊康 釋放楊康 釋放熄 釋放楊康